上当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七十年来 大国草民被圈在墙内听共党的广播 看大裤衩 央视新闻联播 造谣和颠倒黑白咱就不说了 他们嘴里的党魁更是光鲜的 一根稻刺都找不着 全都是伪光正的所在 其实他们啥德性 瞒不了一拨人 共党高官 今天咱就说点共党高级干部小圈子里的料 好 看片前还是有请新翻出来的看官 先点两下订阅和小铃铛啊 免得错过新节目上传 谢了 书归正本 本节目主笔林辉教授告诉山哥说 曾经在高干朋友处看到过一份1980年10月到11月的 共党中职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的简报 是由新华社 人民日报社联合整理的 简报里披露了共党高官对毛泽东 华国锋等共党党魁的真实看法 但不能大面积公布啊 要不就会颠覆共党一直以来的愚民宣传了 参加这次讨论的是这么一批人 共党中职机关包括中纪委28人 中办中组部政法委31人 中联部中调部26人 中宣部文联编译局23人 统战部红旗杂志中央文献研究室32人 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19人 新华社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30人 全国总工会 团中央 复联33人 看着单位挺多 但更重要的是其中有不少共党部级以上的高官 比如 王从武 马国锐 赵一敏 邓丽群 冯文斌 陈野平 罗清长 李一芒 林建青 乔石 朱慕之 周扬 平杰三 李奇 宋振廷 曾涛 胡继伟 杨西光 等等 那么 在他们眼中发动文革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毛泽东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咱们来看看他们透露的内幕 中央调查部 也就是国安部的前身 副部长刘志汉说 老人家就是指的老毛了 后期就是皇帝 各省搞刑工啊 西湖的刘庄就占地545 湖中之湖是园中之园 光动力机械烧柴油 一天就花2700元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说他跑了60多个国家 从来没见过那么豪华的地方 特地他就延长多住了两天 上海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院子 执许老毛住 有200多服务人员 女的不少 选漂亮的 如同公俄才女 中央党校顾问吴亮平发言提到 在延安的时候 朱德 周恩来 张文天 陈毅等等人 都不同意老毛和江青结婚 陈云还代表政治局规劝毛 可他根本不听啊 而且老毛对此事一直是耿耿于心 1949年以后 老毛的生活根本就脱离了广大人民 他在许多地方是大修行工 这次在杭州看了刘庄 汪庄老毛居住过的地方 真是帝王宫殿的派头啊 不但门口不能靠近 就是水面也不能靠近 光明日报的副总编马佩文发言说 听刘少奇秘书讲 1949年之后 刘曾经向毛建议尽快着手制定宪法 但是毛没同意 以后刘访问苏联的时候 同斯大林谈到过制定宪法的问题 斯大林是赞成尽快制定宪法的 这样老毛才同意起草宪法 1963年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草案起草出来了 送到老毛那里 他就甩在一边了 根本不予理会 还说什么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统战部的副部长张执一说 文革以前 彭真在人大搞刑法和民法 老毛说 搞什么法 我就是要无法无天 中纪委常委曹英说 1965年 我陪柬埔寨外宾到武昌 老毛接见了我们 他说 我要让整个文化界还有党政军民等等 让他们半年到一年睡不着觉 我就高兴了 曹英形容说 他是咬牙切齿说这个话的 中联部八局的局长朱良说 毛提出要三斗一多 一多的后果之一就是大量增加外援 当时的援外经费占国家预算支出的百分比 从50年代的0.8%增加到了60年代的3.61% 71年到75年达到了5.88% 79年才降回到0.81% 按咱老百姓的说法呢 那就叫造啊 霍霍啊 败家呀 现在不还是这德行吗 什么叫圆败呀 文雅的说法就是叫 宁于外邦不于家奴 共党匪头的传家心态就是 饿着你才听话 后边这几句是山哥的感慨啊 不是朱良说的 下面咱再听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副主任梅行咋说的 他说 邓小平说过 大跃进的惨败是老人家的一个心病 谁要提起来他就不高兴 毛从此很少过问经济 开始大抓所谓阶级斗争 他过问了一次 就是1964年找傅春先念一波去谈话 骂了一通 说为什么不搞三线啊 于是又掀起了一股大搞大小三线的高潮 我觉得呢 文化大革命的根子就是在这个时候扎下的 那个统战部的副部长刘宁一说 老毛自以为了不起 对提过不同意见的人就怀疑 就记仇就认为有危险 喊他万岁万万岁 他很高兴 有一次毛和外宾谈话 掏出了一本小本本毛雨露对外宾说 我过去的话不灵 现在才灵了 是林彪搞出的这个语录 我这菩萨在北京是好多年不灵 北京是水泼不进 侦察不进 还要搞二月兵电 幸亏林彪搞出了这本手册 把北京驻防军队换了 这才又灵起来 中调部的副部长杨耀南说 毛泽东把他的女流氓老婆放进政治局 把小流氓王洪文抬成副主席 他的亲属都升了官 毛远欣刚从学校出来就当上了军区政委 王海荣大学毕业后 就连连着升成了外交部的副部长 这中调部的杨部长是敢说 咱说几句题外话 毛远欣谁 老毛的亲侄子 他弟毛泽民的儿子 毛泽民在新疆搞山巅 被国府的都办盛世财干掉了 我们做过一期节目 就那位 王海荣是老毛的表侄孙女 咱也不知道是从哪儿论出来的 反正1964年他在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学习 后来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一年 1970年的夏天 就被周恩来直接提名担任外交部李斌司负责人了 再过一年就当上了副司长 老周多会来事儿啊 这马屁拍的 王海荣就这么点水儿 1972年5月他还参与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 和后来尼克松总统访华 还看到他曾经担任他沾边的爷爷老毛 和尼克松谈话的翻译 咱也不知道他进修一年的英语 扛不扛得住这种最高级别的国式翻译啊 没关系 因为人家是赵家人嘛 他和科班的北外英语唐文生 就被称为中共国外交界的五朵金花之二 经常是出入茅屋 这位王海荣了得啊 老毛晚年连江青觐见都要请示报备 批准方可 小玩儿却根本不用打招呼 平汤直入老毛卧室请示汇报 和伟大领袖就这么贴 扯远了啊 接着说高官忘义 光明日报副总编马佩文发言说 毛刘之间存在着路线分歧 刘少奇被打倒之后 江青说 现在才出了7000人大会上这口恶气 江青算个老几呀 出的什么气呀 只能说明他和毛是一个鼻孔出气 查博个名词解释啊 7000人大会是共党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召开的中央扩大工作会议 在北京开的 参加会议的有共党中央各部门各局各省市地县主要负责人 和一些重要场况部队的负责人 总共是7113人 所以又叫7000人大会 这个大会的主题是讨论大跃进大饥荒问题 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 还有民主集中制 会议期间中共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 把三年大饥荒归结为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 您听啊 这不直接怼了亲自决定大跃进运动的老毛的气管子了吗 可众怒难犯啊 毛泽东被迫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所以毛泰江青这回说 打倒了刘少奇出了7000人大会上的这口恶气 就这典故啊 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说 在文革以前 陈毅说江青这样整人 无非就是想当个政治局委员吧 那就让他当呗 老毛呢 针对陈毅的话就说 江青永远不许进政治局 可是呢 九大一开 江青就变成了政治局委员 还找了个叶群作伴 大家都知道啊 叶群就是林彪的老婆 中纪委委员 纪检市主任刘明九说 毛呢 在红都女皇没来的时候 确实想让江青接班 红都女皇一来 感到不行了 要培养毛远欣做接班人 说到这个梗 山哥还要补白两句啊 红都女皇是一本书 1973年 香港的地摊货 船到大陆是立即风靡啊 街坛相议两久 为什么呢 据传是1972年2号匪首周恩来安排美国纽约州 宾汉姆顿大学历史系的美女副教授维特克访华 对江青进行了长达60个小时的采访 整理了十几万字的内容 却没被允许正式出版中文版 反被县人传入香港出版了 到1976年 共党的首领毛 周 朱全死了 1977年 维克特就在美国出版了《江青同志》的英文版 进入21世纪 大陆还出版了《红都女皇江青同志》 关于这本书阴谋论特别多 还有说高层都看过 老毛甚至越后震怒 批示 孤陋寡闻 愚昧无知 立即撵出政治局 分道扬镳 云云 当然了 据说这是造谣 还有很多版本纸 这是老周 黑江青 孙化江青和老毛的活 顺带再解释一句 关于七十大关的故事资料 我们尽可能做到何时候奉献给各位看官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财和研究员 实在是做不到辩查书网 所以对节目中的瑕疵 还是敬请列位看官原谅和回帖帮助我们改进 多谢了 回到刘明九无法核实的说法 他说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 老毛坐卧不安 不断叫侄子毛远新问情况 毛远新问他要叫谁接班 他的意思是张春桥 毛远新说 张春桥太阴 不服众望啊 老毛就问他侄子什么意见 毛远新说 让华国锋接班比张春桥好 直到现在毛远新还在表这个功 说华国锋当主席是他推荐的 老毛本来想让毛远新接班 又感到毛远新不成熟 这样华国锋就接了班 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廷发言说 你办事 我放心这件事 仔细想一想 是毛晚年的一件严重错误 其中一个理由是他违反共产党组织原则 这不是公天下 而是家天下 毛违背党章 华国锋也是违背党章 是我们党的一件不光彩的历史事件 统战部副部长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发言说 毛对周恩来是采取又利用又压制的权术 让林彪四人帮去批判斗争 以不斗倒为宪 至于周恩来病重 特别是逝世以后 毛毫无表示 那就已经到了忘恩负义的地步了 朱德的秘书陈友群透露 周恩来去世之后 毛在自己的住处看身边的人放鞭炮 真是令人感到惊讶 统战部副部长刘兰涛发言说 记得有一次在杭州开会的时候 接到北京的电话 说罗瑞卿跳楼重伤 我们听了心情都非常沉重 毛不问长短 毫不动容 就宣布继续开会 刘兰涛还认为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次政变 超越党内路线斗争的范围 毛开创了用暴力解决党内问题的恶劣的先例 1976年粉碎全国人民最凶恶的公敌四人帮也是政变 是革命的政变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不能不采取的革命行动 有了党内民主 政变应该也是必须避免 文献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朱德祖的组长 朱德的秘书陈友群长篇发言说 毛到井冈山后就唯我独尊啊 起初朱毛之间基本上是相安的 打仗主要靠朱 29年夏天到闽西以后就有争论了 当时派来的中央特派员刘安公讲话按本本 有单纯的军事观点 下面的军官多数愿意和朱总接近 朱总有一根匾的 常和战士们一起挑东西 士兵中议论就说朱德挑米上山奥 毛泽东在后方打炮 哎 就是搞女人了 山哥很惊讶 原来这么不上台面的下座的词 是从共党头头那里发明传到今天的呀 陈友群说 毛爱骂人 傅翠柏就是红四军的四纵队司令员 在回忆中说 1929年5月的下旬在连城 我第一次见到毛 因为副官杨志成分给毛的房子不太亮头 毛把杨骂得是好厉害啊 当时陈毅也说 毛泽东脾气不好 会骂人 我都怕他 但是由于朱总在士兵中微信比毛高 毛就有妒忌心了 这是他们不合的原因之一 陈友群还列举了毛妒忌朱的几个史实 其中一个例子是 1929年林彪在向闽西进军的过程中 给毛写了一封信 攻击朱德 接近官兵 使拉拢下层 把朱德鼓励官兵 说要解放全中国 说成是说大话等等 毛收到信之后 没有向朱总和常委内部征求意见 就将此信公开了 让大家讨论 以此来批评朱德 老朱也不服啊 就批评毛有家长制 爱训人 老毛怎么说呢 他狡辩 这叫书记制 发言中 陈友群还指出 当年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富田事变是被毛逼迫的 是他把肃反扩大化了 关于反围剿的事实是 一二三次是朱毛共同策划 指挥还是以朱为主 第四次反围剿 毛已经离开了部队 由周朱直接指挥 这次胜利比前三次都大些 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 指挥大权是在李德手中 一个德国人 也就是说共党党史夸大拍马老毛亲自指挥反国军的围剿 惨败逃跑就不说了 没有一次是老毛为主的指挥 陈友群认为 1957年之后 毛的错误是越来越发展 反右搞了60万 造成了大冤案 1958年搞大跃进 大炼钢铁 完不成任务要撤职 这么逼迫下边的意图 是要比苏联提早进入共产主义 听啊 斯大林逝世后 舍我齐谁 大概要当世界领袖的决心是下定了 结果就造成了一场大灾难 以后他又以个人名义写信 把责任甩锅下面 说什么 不要相信那些司局长区县委书记 到1959年庐山开会了 因为朱德替彭德怀说话 老毛就狂批老朱 回到北京之后 又组织高级干部继续批朱 逼迫他写检讨 还把老朱的检讨一直下发到了县团级 传达到了党支部 然后就实现了实际上剥夺朱德工作权力的阴谋 至此老毛一人独大到死 老毛还在文革中提出了四个伟大 第三个里程碑 连恩格斯 斯大林也不在话下了 全甩了 成了马列毛了 晚年老毛搞封建世袭 亲小人远君子 生活上也很糟糕 实际上是过着帝王生活 中南海大管家汪东兴之流 就投其所好 极尽逢营之能事 在陈友臣的眼中 当时的老毛唯我独尊 领袖欲已经膨胀到要当世界领袖 封建帝王 他性格上狭隘多疑 嫉妒心又很强 所以晚年发展到了骄横残暴 各位看官 可能又产生现代联想了吧 故事讲完了 都是共党高官的马后炮的底料 但无疑这些高官爆出的毛泽东丑事和罪恶依然只是冰山一角 也再次让世人看到了共党所掩盖的真实老毛的皮囊后边的内容 试问 毛粉们看到会做何感想呢? 谢谢您收看《骑士大观》 喜欢的请点赞和传播给不明真相的朋友啊 各位看官 咱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